哎呀你起开你烦不烦呢你 上次从那天跟老婆大吵一架之后 她好像完全变了一个样 怎么 你胃病又犯了 我给你去医院看看呗 没事 我已经去过了 她开始变得懂事顽强 老公 我胃不舒服 你陪我去趟医院吧 不是 我这都跟人医院好了 我有应酬啊 那你帮我倒杯水吧 这多大的病啊 生活不能自理了 你自己倒不就得了 哎呀 起来压入衣服了 自己弄啊 我让忙着 李飞哥哥 谢谢你送我回家 你给我给你解释 这就是你普通朋友的解释 你不要紧 他变得不再生气吃醋 是你的谁啊 哎呀 跟你说多少回了 这就为同事 老看我手机干什么呀 你同事你备注大宝贝 那怎么了 人家姓大叫宝贝 这不叫大宝贝叫什么呀 再说你老拿我手机 这永远隐私了 闲的 回来了 赶紧坐下吃饭 哎 嘿嘿 还有太多了 还是扶着露 snapped 这隔壁 还是扶着露 我赶紧坐下吃饭 我自己便带给你了 嗯 这就是什么 你做的酱香香锅真好吃 口感不辣 酱香味十足 你外边卖的还好吃呢 好吃吧 我是特意用的这个酱香香锅料包 用它做出来的味道 口感不辣 酱香味十足 而且配料表特别干净 老人小孩都能吃 对了 现在直播间有活动 9块9发三大包 超级划算 嗯 那还真是又好吃又划算啊 好吧 结婚三周年 今年日快乐 有个周年而已 说不过无所谓 不是 我都准备好长时间了 你打看看呀 你先放那儿吧 对我们的感情也没有了期待和仪式感 周年快乐 这给我的啊 嘿嘿 嘿嘿 行了 谢谢 嘿嘿嘿 我的礼物呢 好好好 是哈 周年纪念哈 哎呀我这 你说我这一天到晚忙 忙里忙外的都忙忘了都 再说都老父老妻子了 别那么物质啊 嘿嘿嘿 妈 我吃完了 我公司还有事 先走吧 哎 妈 她现在怎么对我越来越冷漠呀 她这心里边还有没有我来 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这是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难道你不清楚吗 不是 婚姻不是一个人的付出 是两个人的共同经营 彼此之间的热情 要是消耗殆尽了 当然就只剩下疲倦和冷漠了 不是妈 那至于吗 不都是些小事吗 那至于说 变得对我这样吗 小事 要倒落头的永远不是最后一根稻草 而是每一根 妈 那你说 她心里边还有我 你说呢 她是变得懂事了 可是 哎呀你起来看 你烦不烦呢你 上干嘛 我上忙了 这永远隐私了 闲的你 也不爱我了